嘿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佩页因是一位正直的護理師 其實我還是一位兼職的美睫師 佩页因幫過數百位女性接過睫毛 大家都希望說睫毛可以變得又長又濃密 但是實際上身為美睫師又是護理師的佩页因 非常推崇健康的方式 例如你可以使用一些睫毛修復增長液 由內而外讓你的睫毛自然而然的變得又長又濃密 甚至有使用到這一個真女人高效復活睫毛的滋養液 其實使用了差不多一個禮拜左右 你就會發現說它的效果其實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效果你想要看得到的話 最基本的你就拍照做紀錄 你就知道才知道哪個商品是有用哪個商品是沒用 真女人它的邪毛修復精華液 它其實基本上小小一罐6milo 現在他們好像特價是399吧 就價格來說跟一般 像我常常會選購一些睫毛修復滋養液 它的價格通常都是兩三千起跳 因此就價格來說真女人的價格 對像我如果美睫師我要推薦客人的話 就會推薦客人一些價格比較優惠CP值又高的商品做實用 因為畢竟每個客人他們總部可能都帶兩三千那種太過專業的商品 那真女人它的復活睫毛修復精華液呢 其實打開來它是一個很方便的海綿式丫頭 你使用方式非常簡單 早上晚上做實用 其實睫毛它有一個修復週期 你如果一天只想要挑一個時段做實用 非夜衣身為美睫師建議你晚上10點睡前使用的話 它夜間就可以幫助讓睫毛修復變長 而且其實你在塗抹的時候 它的真女人睫毛修復精華液呢 它裡面其實它有一個很不錯的成分叫做蘋果幹細胞 人家講就是說睫毛修復要有效 第一個你要去看它的成分有什麼 而不是它跟你講說什麼用了三天變長 什麼十天長到天花板 那個都是騙人的 你都要去看它到底是有什麼成分 第一 真女人睫毛修復精華液呢 它裡面有一個蘋果幹細胞成分 裡面有融獲到歐盟以及美國的專利認證 這對非夜衣來說 的確這就是一個非常客觀的一個報表 然後它其實你在使用的時候呢 它裡面呢 它有一些甘草精華 布尿酸 神經清胺 然後還有一些像六生鈦 水解大豆蛋白 那這些成分其實對非夜衣這位美睫師專家來說 這就是輔助加分的效果 那其實基本上呢 睫毛修復液呢 不管你差哪一家品牌 基本上你只要選對的話就會有效果 可是會比較擔心說 因為非夜衣其實正值是護理師 很多坊間的一些睫毛修復液都是加一些激素 激素的話它非常的可怕 就是呢它可能短短一個一天 它就會有很長的效果 可是呢現在激素這種 劣質的睫毛修復精華液怎麼辦呢 非夜衣就建議大家說 可以像選擇像真女人 她睫毛修復精華液 她的話有去通過一些報表跟認證 因此的話你就可以比較安心一點 好 身為一位正值的護理師 又是一位美睫師的非夜衣 建議大家呢 你想要有又長又美麗的睫毛 就是基本上你每天不用多保養一次就好了 睡前做塗膜 然後就非常的方便 就可以養成一個24小時 隨時隨地都可以讓人家看到 非常美麗的睫毛 然後非夜衣呢 再建議大家呢 你在挑選商品呢 第一個 不是效果 第一個叫做安全 因此呢 非夜衣建議大家可以用這些方法 選擇出安全又有效 然後又不錯的商品 這樣的話才是最棒的 因為呢 你要注意你的安全 注意你的健康 你才會擁有健康的身體 OK 大家都希望可以變得又美又健康 好 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囉